丘县长和警察同仁 一同为数位见识实验室接牌 因应犯罪形态日新月异 新竹县成立科技犯罪侦察队 也设立数位见识实验室 无论是针对手机电脑的取证见识 或是毒品、枪弹等部法物品 都能让侦察更精准彻底 这次最主要仪器大概有两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讲的拉曼的仪器 这个仪器大概就第一时间 能够鉴别毒品的种类 第二项就是对于这些网路科技上犯罪 这是有数位上的一个设备 其实科技犯罪侦察队的定位 不见得是侦察网路或科技犯罪 它应该是说利用科技的技巧去侦察犯罪 搞清楚他们整个犯罪的结构 引进最先进的数位见识及真防设备 新竹县警察局未来也将持续研发 巨量分析资料库等工具 增加破案契机 提升警方办案效率 让嫌犯的犯罪手法无所顿行